受到疫情冲击的艰困时刻 动员港督的爱 号召了20多家的企业响应 为弱势家庭贡献爱心 受疫情冲击的艰困时刻 广播电台动员港督的爱公益活动 连续27年不间断 号召20多家企业响应 一起为弱势家庭贡献爱心 从27年前就开始动员港督的爱 然后在27年来成员我们的这一个 能够的这个厂杀 这个症状等等的知识 我们真的很不容易能够进入27年 特别是今年疫情发生之后呢 这个我第一个想到 就是要怎么样的来帮一些务势团体 来结合一些慈善团体来去帮助 这是我历年来最好最好 大家体会到人极逆极的这个观念 特别是20家的这个我们的厂商 一起来合作 动员港督的爱公益活动 关怀无数弱势团体 从儿少到青年 从富幼到老年 在遭遇疫情冲击的艰困时刻 仍然受到许多爱心企业支持与参与 企业代表以实际行动 将爱心与温暖装箱 透过安德烈食物银行传送到弱势家庭 史房新闻 桑黄慧如肖瑞丰高雄采访报道